全民在座的书接上一回, 话说丁山傻多,从山长水远,又从小溪流水, 不知经历了几多岁月,行了几多山上山下流域, 二人今日终于行出了危难, 正当就快到有人出没的贫穷武小桥流水, 其祖宗十代到今日都未知读书为何物的原始山村, 那些村民今天忽然间见到看牛的大叔, 气罗气喘,上气不折下气跑来, 报告说他刚才日头白白见到鬼, 山上边来了两只山鬼, 那些山鬼的样子是黑色长头发盖面, 过了阵,看牛的大叔又说, 那两只山鬼的样子不知多惊吓, 青面的,嘴里有两只大鸟牙, 两只眼睛就得白无黑, 看牛大叔的一段话, 很快就演变为三人城府, 族长听了,也心感惊, 害怕了,事关重大又突然, 所以要立即大敲同响罗, 而最终对策应付, 闻声而来的人就互相打听, 那时族长一看连父老在内的人数, 已经不下五十丁左右, 于是乎, 族长立即自己做先锋, 薄大胆带着十几个手上有很锋利的槽头, 其背后又有弓箭的壮钉打前站, 其余几十个人马手执槽头或者廉刀, 弓箭不等紧跟着, 还有来不及带铁器笼具的普通村夫, 他们就各人两只手都带有锋利杀到人的坚硬石块, 人人都要上前跟着先锋人马, 做出了严阵以待的样子, 总之个个都红豆豆, 气昂昂, 这里的所有人虽然从未见过有读过一日书, 不过看来族长就好像懂得孙子兵法那样, 他的队伍虽然未够整齐, 不过他很懂得互相壮胆的道理, 他要大家猛地叫住一二三, 看这种气势, 好像人人都随时能够消灭很多山鬼野人, 能够为保住家园而作出盼死的英雄加勢, 他们更加要先为自身安全考虑, 所以现在大多数人都赞成要用远距离的方法, 消灭来历不明的东西怪物, 傻多丁山二人, 现在听见众村夫, 人人都大叫放箭, 要先全部射死, 再走来看, 有些人大叫怕山鬼野人死得不够, 彻底会翻山, 所以要用独箭射才行, 那些守执弓箭的人就好像很有信心这样回答, 你们放心啊, 我们这种箭头是浸足七日七日独虐的, 总之见血即死, 永远没得翻山的, 话口未完, 又听见那帮人大声叫, 那你们快点去射箭, 射死几个山鬼给我们看一下先啊, 众射手就答了, 那些山鬼怪好狡猾哦, 他们硬是趴在地上不站起身, 那你叫我们怎么射啊, 众父老听了就没办法, 也都很失望, 如此这般等了很久, 最后还说那位地位坐得高, 眼睛望得远的族长他有办法, 智英他说, 既然山鬼厉害又狡猾, 先放箭射死他们不行, 又没有人敢迈去, 嗯, 这样吧, 你们听着, 赶一只牛过去, 做试探看一栋静, 具体的做法呢, 是先拿帚在牛背上, 挂一串好香的肉烧饼, 和一串阴狮子, 冥前之旅, 这样就可以试出那些怪物, 究竟是人是鬼了, 如果是鬼, 就实会欢喜那串冥前阴狮子的, 如果是人, 就实会知道吃那些肉烧饼啊, 众人听了就大赞好计, 即时就一一照办, 好快去, 将那只牛背上, 就挂着两寸阴间阳间人鬼各一款的物品, 食品, 现在好听话的大牛, 他既不怕鬼, 又不懂得怕坏人怪物, 大水牛, 已经慢慢向山上, 是鬼是人的方向位置, 越走越近, 人人都紧张地望着对面, 现在在山地上趴近, 手望着, 怕到不敢站起身的丁山傻多, 他们正在那里急, 想不到办法, 说明自己不是鬼, 又不是野人, 而是有父母生的人, 会说话, 会做事的, 他们又很明白, 只要坐起身或者站起身, 即时就会万箭穿身过而死, 被海财, 山财, 骚了和那里慢慢吊死, 就更加快取, 现在听说, 要试自己这两个人是不是鬼, 心想这么好, 眼睛看着慢慢走过来那只牛, 终于来到丁山傻多, 伏埋的地方附近, 丁山就紧急说, 阿多, 如果那只牛迈到你, 我们还是千万不要站起身, 因为只要一露面, 马上就会中毒箭, 我们本来是很好的人, 一中了箭, 即时就会变成山鬼, 永远都回不了孤儿院的了, 傻多就急忙问, 喂, 那怎么办呢, 到时我们千万不要拿错他们那些阴狮子, 铭钱, 要拿他们人人都想吃的肉烧饼, 丁山刚刚讲完, 那只色奸田的大水牛, 嗯, 已经来到他们身边, 那时, 那时, 丁山就快手快脚, 拿起了那些肉烧饼, 又顺手将那牛头带住, 转了半圈, 怕那牛屁股, 嗯, 嗯, 那只好听话的牛就照回原路, 继续背着那些阴狮子, 好快就返回原来起程的地方, 族长同众人一看牛背脊那里挂着的肉烧饼, 全部是一些武剩给拿去, 那一大寸阴间死人鬼魂专用的冥前, 远风未动, 众人就不由得话了, 哦, 他们是人不是鬼, 不要放箭了, 不要杀死他们住, 不过要问清楚是什么人先,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, 如果是坏人, 再杀死都未迟, 他们走不掉的, 再讲这里, 与众不同, 聪明大胆的族长, 这时不再出声, 立即带着弓箭手, 同有锋利铢头的一大队武装人马, 一声号令, 从四面八方合围, 很快就到了傻多丁山的面前了, 现在胆大心势好奇的族长大喝一声, 举手投降, 握起发面给我们看, 傻多丁山两个人现在已经来不及再吃肉烧饼了, 放失失急急举起两只手, 族长就再叫, 握起面, 两个人立即面向天, 族长就再叫, 站起身, 两个人急忙站起身, 族长就再问了, 你们, 知不知说话的, 两个人就猛闹闹头, 哦, 你们是好人, 还是大山里面的野人, 丁山就立即下哭着答, 我们都是有父母生的好人, 我们懂得做事, 只是懂得做事的, 我们从来都不偷懒, 从来都不做坏事的, 族长又问了, 那你们两个身上, 为什么长出这么多毛呢, 对了, 你们的头发为什么不剪, 不剃头呢, 丁山的心想, 现在面前的恶人, 难道又是山策来捉我们的, 难道又是苏左童那类的人, 千万不要说真话,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逃走的, 实会立即吊死的, 这时候他有了新主意, 慢慢跌下头, 跪下哭着答, 大王, 可怜我们了,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鞭皮的, 很活该死的, 不听爸爸妈妈说, 整天爹出来外面玩, 结果呢, 就当失路, 丢了游去大山里头, 我们两个真是活该死, 请大王不要杀死我们, 我们两个人, 一定日日拼命做苦工, 报答大王的, 说完就拱拱声, 猛咽扣响头, 身边的傻多, 也不傻了, 跟着下跪扣响头, 拱拱声, 每次都响的, 族长听了就转生气, 变成欢喜, 跟着就哈哈大笑了, 哈哈哈哈, 原来你们还是十几岁的年轻人, 是吗? 哎呀, 仙头啊,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呢, 是那些五十几岁就快死的老坑公啊, 好了好了, 我们不杀你, 我们也不用你们做苦工, 不过你们, 要快点离开我们这儿, 哎呀, 你们这样的样子, 根本都不像人的, 最好不要被别人见到, 哪个看见都会说当客啊, 要打死你们啊, 好了好了, 今天呢, 我们算是白送肉烧饼给你们吃啦, 族长讲完就急急离开, 在场的一大群人, 因为知道那两个是正式人, 不是山鬼, 不是野人, 所以就没有仙头那种神秘兴趣, 跟着哼声散开就走远了, 最后就剩下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夫, 他笑着, 对面前现在不知何去何从, 照够很彷徨, 很害怕的傻多丁山就说了, 年轻人啊, 我看你们呢, 那好不好, 多可怜啊,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, 就跟我回家, 到时呢, 我就会告诉你们听, 寻哪条路走出去, 傻多丁山, 听说有人关心, 哎呀, 他们两个人又自下跪叩拜, 老农夫就说了, 不用客气, 快点起床, 快点起床, 走吧, 老农夫带着两个人不似人, 鬼不似鬼的家伙, 进了自己家, 他叫两个人, 先拿暖水, 洗净全身上下的污泥, 然后就拿那把钢先, 磨到好利的剃刀, 好耐心的帮两个人, 剃光所有的头发和面毛, 老农夫就说了, 哎呀, 你们长年累月, 食山上边蛇, 虫, 鼠, 蚁, 野草, 以及生育, 就会长出很多生毛, 以后食熟的东西, 自然就没有这些难看的生毛了, 好心的农夫, 一口气辛苦了过几时辰, 再三问清楚他们家在哪里之后, 又拿了两套有很多宝钉的旧衣服出来, 和两双草细的鞋, 被傻多丁山两个穿了, 后来, 老农夫又一人送了一个很粗糙的瓦钵头给他们, 再三交代他们, 跟着江边方向走, 那就是东边离, 即是太阳出的方向, 拿着瓦钵头就一路做乞衣行乞, 夜晚就躺在人家门口前边做乞衣, 这样才有望不饿死, 回到大埔省城再找孤儿园就容易了, 要多点问路, 嘴在路边就包没错了, 丁山傻多两个人听了一点头紧记, 再三回头表示感谢, 拜别好心人老农夫, 他两个人按照老农夫指点的方向, 日日沿门托编行乞, 丁山就觉得好像很丑一样, 整天跛低头不敢望人, 这个行业也跟其他行业一样, 要站稳脚不是那么容易的, 往往因为有其他中多乞衣, 为了小小的事都会发生争抢打斗, 有时为了抢正余的腩饭菜汁, 互相竟然用手中的宝贵, 唯一财产烂撥头作为武器兜头互劈, 一定要将对方劈到鲜血淋漓才罢休, 进入这个行业才知道丐帮他们为了抢食, 打斗是经常有的事, 现在幸好有傻多维武, 傻多力大声大嘛, 两个人相依为命, 好艰难才占得丐帮一席之地, 要不然就算到手的米粥残羹正犯, 也会被同行之人抢走和来打, 乞衣同样有很多弱欲强食, 不过无毒有殴, 有日夜晚, 因为人人都行好运, 全丐帮的黄国人马, 喜逢有富贵人家, 有嫁娶喜事, 傻多丁山两个, 同样吃到很多剩饭米粥, 所有乞衣居然吃到大半饱, 今晚有食之人, 自不然就会立品, 成了今夜同行无敌国, 整晚都没听闻, 有人为了差点粥饭, 哭打哭杀, 因为相安无事, 夜静之際, 躺在地下有空无事的丁山就问, 阿多, 你吃饱了吗? 傻多就行了, 差不多了, 今晚也挺饱, 今晚真是幸运, 如果天天都有这么多料落肚, 我们不用多久就变成肥佬, 大肚腩都可以了, 这样几牙策了, 自然自愈的傻多, 因为今晚逢起事, 吃多了, 而高兴连讲三次, 人就躺在地下, 两只手加两只脚, 四肢飞舞的不停, 忽然间他发现丁山一直不出声, 傻多就奇怪了, 另转身看看, 同他一样躺在泥地上的丁山, 好像在想着, 只见丁山突然笑着问, 阿多, 我听你说过, 如果每晚都有这么好的饭菜落肚, 肯定会变成肥佬, 我想回头, 先头我们有一大群乞衣, 围着的那个主人家里头, 我见到里面, 有两个白白正正, 又几好样的肥仔, 他们天天都吃到有这么饱, 这么饱, 还在发脾气, 他们的父母就哄他们开心, 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肥仔, 不过他们的爸爸妈妈, 就好像很急, 怕他们击亲, 答应给他们, 那两个肥仔, 还是不听妈妈的好心哄, 阿多, 我想, 我们两个真是苦命, 为什么跟那些同人不同命, 和那些不同病的呢, 你知道为什么吗? 傻多, 怕自己的头颗想, 这样啊, 不知道啊, 丁山就说, 我们因为没有爸爸和妈妈带着, 我听河黑心说过, 说我爸妈为了几元鸡就卖了我来孤儿院, 从此就不知去向, 后来又听朱大叔说, 我爸妈还没曾死啊, 在监狱里坐牢, 看来我爸妈呢, 神方是好人了, 如果他们不偷, 不抢, 不做坏事, 那为什么会坐牢才行呢? 傻多就说了, 那当然是咯, 你爸妈, 实是那些狼心狗肺的坏人来的, 丁山听了又叹了家气了, 唉, 我们命中注定, 第四投胎, 一定要找回主善良的好人家, 找他们做爸爸妈妈那样才行啊, 阿多啊, 你有没有爸爸妈妈的? 没有啊, 我连自己姓什么都没有, 所以个个都叫我做傻多咯, 有姓名和没有姓名都是一样的, 有爸爸妈妈, 他们不带着自己的子女, 就等于和没有爸爸妈妈一样, 好了好了, 想这些都没用的, 阿多啊, 我们明天睡醒, 就记住向东走, 听说啊, 再走二十日左右, 就可以回到大埔省城的孤儿园, 素老大, 龙虎炮他们的大恶人, 永远都捉不到我们的了, 想到这样, 我多开心啊, 我真是想快点回到孤儿园那里啊, 好了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欧之后事如何, 请听下回分解。 吧笠, 靠这次 Inc,